簡單玩明日 明日簡單玩 今天要幫大家來整理一下我們的活動 首先我們有一個幸運星期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的簽到獎勵 那簽滿七天的話可以獲得我們的包包一個 一路獎勵還算不錯 大家要記得要鈴 再來過來我們的開春禮 還有就所謂的美日禮 只要完成懸賞任務就可以獲得請免的獎勵 這邊每個人的美日禮不太一樣 那看大家是抽到哪張地圖都沒日禮 這個器材要解啊 畢竟個人覺得奈米素材 跟我們的新幣還有新能點還算蠻重要的 那首抽五折也上線了 不過目前的版本來說 非常不建議大家來抽這個五折 因為說真的這次的獎勢有點差 那基本上如果你們的製作到75級以上 我也不建議你們去抽啦 這樣講中小客其實就可以把這個首抽五折pass掉 除非你有需要的研究點數 再過來是我們的銀春花開 這邊每天採集或打過來就可以獲得花香 那一天可以獲得十個 我目前還是比較推薦的是我們的配方產業 或者是我們的護墓跟陶瓷 因為這邊打高下的關係 所以護墓跟陶瓷長得非常嚴重 我相信各個伺服器的狀況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還是蠻建議換這兩樣東西為主的 最後是天將禮盒 我們的7點到9點在101級營地會開始掉落 我們天將禮盒 那每天可以各拿五個禮盒 記得一定要去拿 能獲取到的物資也不算少 另外我們繼續 去封面我們的新時裝悠悠探索已經出來了 那白色的時裝 還不錯看 不過我覺得男生女生都很好看 這隻小組真的也超可愛的 那這邊時裝一樣是見仁見智 喜歡的人就可以去買 那感染調查這邊的話 是每天會有需要提供物資 那每天有兩次刷新任務的機會 而我這邊會建議你們 盡量刷到A級或S級 那提供物資 就努力去趕吧 連領取到的獎勵也還算不錯 那這邊就 見仁見智 喜歡玩的記得去玩 完成任務的條件非常簡單 所以這個東西記得每天都要剪 再過來我們的人氣評選 人氣評選 可以選擇一個NPC送去明信片 那我這邊基本上都是送瑞秋為主 那你們如果要玩低調王的話 你們就自己加油囉 再過來是我們的幸運奪寶 幸運奪寶這邊 基本上我的目標其實就只有實裝而已啦 那留到有抽到就有抽到 沒抽到就算了 其他東西我個人覺得還好 那至於要不要抽還是那句話 很簡直喔 我們集訓有出幾個禮包 那我們的幾盒家具禮包也已經翻場了 那自然家具禮包這些東西 如果喜歡的話 在家具店有提供樣式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看 那喜歡的話也是可以去抽 這次的家具不算太差 那就看大家喜不喜歡 我這邊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家是怎麼佈置的 那我這邊是把我們的盆景 跟我們之前出的溫泉做一個組合 那這邊記得喔 這邊盆景是需要施肥的 所以家具工趕快做起來囉 高級肥料賣起來 要養這些植物啊 又需要到大量的肥料 而且植物會越養越大豬喔 基本上外型整體來說還算滿好看的 那這個水流的話 我就是做一個SPA瀑布的感覺喔 放在我們的按摩池上方 那另外還有我們很可愛的蒙古包啊 這邊就看你們喜不喜歡啦 聽說這張 這個蒙古包也是60床喔 所以其實可以買買做一個單人的60床使用 還算不錯 那接下來來講講這次高校的事情吧 首先目前高校最推薦的職業 各位這次高校我最推薦的職業是礦工喔 因為這次高校的關係 導致礦料的價格大幅度的上升喔 那這邊所有礦工基本上 只要努力挖挖起來啊 那財源絕對是滾滾來啊 而且你們賺的錢絕對絕對比高校第一名獎勵還要多喔 再過來就是打高校的準備方面喔 這邊如果大家有想拼名次的話 首先呢 那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把配件做臨時的升級 料理方面呢 我這邊最推薦的是我們的夫妻廢片喔 那夫妻廢片的效果是對感染者的傷害提升 寶頭傷害及射速 而另外 另外武士的話 我目前還是比較推肝針為主啦 那你們也可以選擇使用感染者傷害提升料理 基本上都是ok的 賦能的方面喔 這邊賦能建議的是負武器使用先生 盔甲的話 盔甲的話使用護身喔 那主武器可以選擇凝神喔 這就是我們基本的附魔配置 如果你們是武士的話 還可以選擇劍步喔 減少噴寶石的力氣消耗 最後最後也不要忘了來深淵我們的雕像喔 這邊雕像只要深淵之後 基本上就可以過得大量的攻擊力上升喔 所以這邊大家一定要記得打高效之前 現在如果你們還卡在107樓 或者是要刷107樓的關卡的話 那麼你們就可以試著來使用我們的深淵喔 效果依然是不錯的 好那希望大家在高效有個好成績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啦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簡單人生 我們下次再見